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今天在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要来跟您介绍一个女性以及她的故事 到底作为一个女人是聪明一点好 还是糊涂一点比较幸福呢 我们听到的是陈淑华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 佛王何处从不说 留下空白线索 看清繁华的迷惑 只有我的身影最寂寞 从来不说我伤心 从来未曾犯过什么错 青春岁月度过 多少真情真心错过 聪明糊涂一颗心 聪明看清晰 糊涂一颗心 我要付出所有的感情 只要你肯说 温柔只为我 明白我在寻找什么 从明糊涂一颗心 会去研究所有的乌云 只要你肯说 永远陪伴我 因为有你一生快活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第二个小时的来宾 她有非常多元化的身份 她是日本住宿及旅游达人 旅游作家 还有一个响叮当的 号称 不是响叮当 又响当当 称号叫做 东京不动产女王 登登 好 所以很多人提到 她就会觉得 哇 这个女人闪闪发亮 超级懂得如何赚钱的 是的 今天呢 她就带来了她的新书是 友方文化所出版的 叫做认真做喜欢的事 真的能赚钱 这本书呢 我在看的时候 心情很复杂 因为认真做喜欢的事 这个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同时也是我 我觉得我生命里面 最棒的事情 那至于赚钱呢 我在读这本书 我心里就在想说 这个赚钱 到底是跟天分有关 还是跟你的敏感度有关 还是跟你的企图心有关 还是跟你的努力有关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 廖惠平 哈喽 惠平好 哈喽 曼娟 还有幸福号列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希望接着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能够感染一点点小小的幸福 我们等你等很久 是吗 因为一直飞来飞去 是吧 因为你的时间一直就从这本书拿到手 就一直 哎 敲不到敲不到 好不容易终于敲到了 然后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会把这本书拿来 当成是一个如何教导我们 可以有足够敏锐的洞察力 跟足够的勇气去 企图心能够去赚钱 但是我在看的时候 我其实看到的是一个 我觉得很感人的一个 女性的成长的故事 所以今天就先从女性的成长故事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 谢谢曼娟看到我比较心里面的东西 感性的一面 那你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你说我并不是含着金汤匙的富二代 甚至连书香世家或小康之家都称不上 出生在眷村的我父亲是军人 母亲是普新客家 家庭的小女工 这样的组合既无横产也无人脉 加上生了五个孩子 要不负债也很难 是 所以你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影响 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就是我父母不散理财嘛 然后全家都不散理财 一直到目前为止也是 所以我觉得老天爷他富有一个天是一个使命 就是必须要赚很多钱来给家人用 但是我觉得很幸运他分配给我这个角色 对然后我想不散理财就是会 以前都会有什么以会养会啊标会啊 所以其实我以前都不晓得原来去标会是要付的 我以为就是大家比赛谁出的比较高 那比钱就是你的 还有就是最大就大概到了高中的时候 可能就经历过一个就这个家就垮了 因为财务的关系 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不断的搬家 然后家这件事对我变得非常的重要 我出社会第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想我一定要买个房子 因为我不想再搬家了 因为因为我在读书的过程里面 然后也是不停的搬家 对然后我在打工的时候 书里面有提到一个 我做的我觉得在工作的运上 可能也都蛮好的 还是因为我比较喜 比较没有办法向别人很安稳的去念书 因为我要想这个学期赚的钱 要付下个学期的学费 所以我这时候去做了一个工作嘛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第四台合法化 那时候第四台是牵线的 对就是是有点违法的 早期的现在的那个第四台 跟早期是不同的 不一样 对都要牵线 然后所以老板他就会骑着摩托车 带着你 把我丢到一个大龙洞 他就说来 给你到这 你就一家一户要去 对然后其实老板 他没有叫我写工作日志 也没有叫我写什么报告 但是我认为第二天 如果按门铃了 或我发传单了 就会有电话 就会打去说我没有装 我认为应该我的业绩很好 因为这个工作 大概维持了我世心的学费 对而且还蛮高的 老板从来没有要说 他大概一个月 我记得好像 大概可能给我一万块台币 那时候就蛮多的 然后大概晚上去上班 然后每六点钟 他会把我 我们又在一个都在外面 没有上地址 就是可能是一个什么 内湖的一条巷子 还是他就像扫街一样 就把你丢下 今天你就把这两条巷子跑完 然后每次上去的时候 我开始注意到 有的那时候年轻 也不懂得害怕 我就会按门铃 那就是先看七点多 谁回家了 然后就说 有什么事吗 我只要有一户 愿意帮我打开 那个楼下的铁门 灯 我上去了 我就会从顶楼 五楼一直开始每一户 就是大概一个楼梯 有两户 五楼就会有八户 我就开始 然后只要你愿意开门 我就开始跟你解释 好心一点的人 会觉得这个小女生 没有威胁性 她就会请我到家里面来坐 我就会发现 简陋的家庭 跟温暖的家庭 跟好的家庭的区别在哪里 在装潢 对 为什么有的进去 就让你觉得灯光明亮 为什么有的进去 就让你觉得阴暗 为什么有的进去 那时候我可以发现到 一个居家布置的重要性 所以我在毕业之后 进到社会的第一件事情 别人都在玩股票上万点了 我都不晓得什么叫红 什么叫绿 就是一直存钱 然后对装潢居家设计 跟房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人 因为也许对很多人来讲 在负担着这么沉重的经济压力 可能要自己赚学费 自己赚生活费 而且你要去到那么多不认识的人的面前 去跟人家推销你们的产品 你们家的产品 可能已经紧绷到没有办法去注意或去思考 一个家的明亮温暖 跟一个家的昏暗破败 原来装潢是很重要的事 进而开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你是畜类旁通 然后我闭了业之后进到传播公司 后来很有幸经过那个柯主任的介绍 我进去了电视台的时候 我假日的最大的休闲 就是男朋友骑着摩托车载我去看样品屋 爱看样品屋 就是每个预售 以前嘛 大概七十几年的时候 预售都会把样品屋弄得很漂亮 其实根本没有钱买啊 那个对我来讲是天价 但是我觉得看到这个样品我就觉得 这房子很漂亮或什么的 所以公司到目前都晓得 大概有几件事不可以让惠评解碰 大概就是装潢吧 对那个就是我会一直无上限 然后一直提高 因为你有很高的标准 喜欢 对然后很多 上次我在做一个讲坛的时候 他说有什么事情到了 你现在这个地方 你还会觉得会让你 人生最后一件事选择的话 你会最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每个人对够的标准都不同 像郭台铭他很有钱 那我们望尘莫及 可是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目前那个财务的自由度 我是够的 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是 我在碰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钱不够 就是我当我走到很漂亮的 生活区域的选品店 当我看到了那个很漂亮的家居的 设计的杂志跟状况的时候 我就觉得啊 这些我好像把它买回家 那我要再去买一个房子 然后去放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每次问我说 你会觉得我钱不够 我说通常都不会 但是我就只有可能 每次走进去一些选品店 这个杯子 这个盘子 这个汤匙的时候 我想我想全部都把它搬回家 可是搬回家没地方放 我应该要再去买一个 这个时候会稍微感叹一下 所以你真的是很爱 这些生活里面的美好事物跟感受 这是我解除压力 所以我待没事的时候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了一个APP 一个APP 那个APP叫我想小女生都很多喜欢 就是那个Pinterest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APP吗 就是一个选途的 很多设计 我如获至宝 哇 原来我都不用再买庄房杂志了 真的太好了 你就上去真的各式各样的 什么Villa 或是卫浴 全世界 或什么的 我就可以这样子 每天回到家 这样子在上面花两三个小时 我就觉得 我觉得我得到输压了 生活上的那个器物 对我来讲 我还蛮喜欢的 OK 好 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来聊一聊 惠平结婚之后 本来也就是过着可能很多人很羡慕的生活 说哇你嫁得很好啊 然后都不用工作啊 只要照顾小孩就好了 我相信对很多女性来讲 也会认为 这是她人生最棒的一件事了 可是你并不这么认为 并且呢 你又继续走出来 又开创了一些新的 所以我想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慢慢的奠定了所谓 东京不动产女王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以及封号啊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呢 是林俊颖所演唱的 燃烧你的热情 你的梦 嘿呦 打一声照顾 让我们轻轻松松交换个笑容 嘿呦 给一个祝福 从现在开始走我们自己的路 不要说灵状太高 梦想太遥远 不要说前面的路你看不见 只要记得有我陪伴在身边 有心有梦 奇迹就会出现满片分 让我燃烧你的热情 你的梦 勇敢向前追逐那彩虹 让我燃烧你的热情 你的梦 努力看你能做到什么 让我燃烧你的热情 你的梦 快乐风给所有的朋友 让我燃烧你的热情 你的梦 走出你的海或天空 今天我们访问到的这位是廖惠萍 大家称她为 其实她是女王好多 你不只是不动产女王 其实那个都是出书 所以他们都想要 因为要写一个这样子 可能比较好卖 好 那今天带着惠萍的新书 这是由友方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 叫做认真做喜欢的事 真的能赚钱 那里面呢 惠萍有提到自己 是如何从一个家庭主妇走出来 然后建立了你的 应该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旅游咨询跟旅行社 这样的事业 对不对 我今天早上刚好有个朋友来做一个早饭给我们吃的时候 他在里面加了那个什么燕麦三宝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要加这个 他说我年纪到了 我们现在要注意健康 然后我说你几岁 他说38岁 我就说38岁 你知道我38岁的时候还没有创业 我40岁 你38岁还没有创业 还没有创业 然后我38岁的时候还在家里迁徙年 我记得我坐在沙发上 然后我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是我们家三代单传 就是公公 老公 接下来就生了这个儿子 所以全家都很期待 所以我大概就是那种 可能会跟婆婆抢孙子带抢到哭的 就每次可能回去了 然后就要他 我婆婆就会说 今天有点小感冒 你们回家吧 对然后今天你们不会照顾 你们回家吧 然后那时候为了这个诞生之后 我就去请了一个飞用 然后那个飞用也没事干 所以他每天在家里面伺候我 然后他没有照顾 每天就说每天今天要吃什么 早上要吃什么 中午要吃什么 然后有一个不错的工作 然后虽然是不是一个正式 在三台是一个约聘的 那大概我们的工作 我大概可以周一个礼拜上班两三天 大概有六位数的收入 就是那个 然后是一个饥乐 十之无畏 七之可惜 就是每个同学都会说 啊怎么廖一平会去做这个 他以前在班上不是很会讲话吗 他以前在班上 因为我们是广电的嘛 不是很活跃 应该在电视界 对 然后每一看到你都会觉得哇你好棒 你老公好好老实 就要很实在 这是真的 你老公赚钱都不乱花 这是真的 他的兴趣就是存钱 然后你公公不过对你很好 给了你一个好大的房子 在大安区 花园有一百平 然后你生了一个孩子 可是我觉得 所有的称赞里面没有一样是我 不是因为廖一平你的这个能力 或是你在某些自己的表现上 或是长才得到发展而被肯定 大概都是别人给你的光环 是因为你公公婆婆好 是因为你嫁得好 是因为你都没有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就这样子了吗 我才三十八九岁 我的人生就就是这样子 我永远都活在别人的光环 底下 那第二个是因为我儿子的关系 在受到大家照顾 我在看到我自己的先生 跟我婆婆的互动 然后我婆婆非常 当然非常照顾我先生嘛 因为是独子嘛 所以她承受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我婆婆一直有这种观念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心理都给你了 所以你应该要这样子还给我们 也要这样子 要回报 我婆婆不太赞成 我老公跟我回娘家过夜 然后 真的是豪门的规矩 然后我婆婆 也不是豪门 他们是在台银做事了大概四十五年 在受日式教育 然后我婆婆一直跟 有时候会跟我讲 她人生最大的遗憾 是没有生女儿 她觉得生了女儿 好贴心 女儿什么什么什么 就只有一个儿子 有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 我婆婆的观念了 我就跟我婆婆说 你都告诉我不要生女儿 可是如果今天 我真的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是不可以 跟她先生回家的 我要生这个女儿干嘛 对你都期望我自己将心比心 这公平嘛 难道男生跟女生还是有差别的 你这样子怎么去说服 觉得说应该有女儿多好 对 那我婆婆回答了一句话 她说我们从小到大只有 就是我老公这个儿子 别人都在打牌 应酬银行经理都在干嘛的时候 我们是全心全意在付出这个家庭 对 你们家有五个孩子啊 你们五个孩子都可以回家 去看你妈妈孝顺父母 我只有她一个 所以她要孝顺我 她不可以把她的心 分去给别人 在经过那一期 问我跟我婆婆 观念不是很合 因为不是我跟她不合 是因为她不喜欢我 因为从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婆婆就说 你嫁这个女生 就是她不会听你的 我死了都不会放心 就这样也是老的辣了 对 然后眼光挺好的 对是吧 然后但是一直到她跟我 那一次我觉得有个 比较政变的冲突 我觉得我为了我家人 去争取权益 对生女儿这件事 去跟她反映的时候 我豁然开朗 我觉得我才四十岁 要改变我都很难 那个时候我婆婆 已经六十岁 六十几岁了 我怎么可能去改变 我婆婆的观念 如果我站在婆婆的视角上 她是对的 她真的当别人 都在应酬的时候 当别人都在花田酒地 当别人都在干嘛的时候 她对我老公是 全心全意的付出 所以她今天要求是 全心全意的还他 那想当然 如果今天我对我的儿子 也是这样把三代的压力 加租在我这个儿子身上 我也是全心全意的付出 我甚至怎么样的话 有一天我也会从 我儿子上讨回来 然后这个东西 对他是公平的吗 对我是公平的吗 那那个念头 在我心里 支付了很久之后 我觉得我应该要 拥有我自己 这个是对我 给我儿子的贡献 我不应该把我说的东西都给他 然后对我自己 我有能交代 所以我就 划划划划划 我就 我老公接到通知的时候 是我机票都买好了 都学校都订好了 我说我要去加拿大 游学三个月 然后我homestay也找好了 我觉得我想要 走出去看看 然后我订了 很便宜的机票 我住了一个 而且我自己还俩给 我就想说 我要学英文 然后我不应该住在Vancouver 因为Vancouver 听说华人 其实我都没有去过加拿大 人会有华人很多 我就选了一个非常非常鸟的乡下 然后在Victoria岛上 然后叫Nana Amo 还要再过去 叫做渡轮 然后我们那个小镇呢 是六点钟公车就收班了 所以我也没有租车 所以你没有车就没有脚 你就必须要在六点前 回到轰爸轰妈家 然后我的homestay呢 的那对夫妻 跟我年纪一样大 那时候38岁 他们住楼上 给我住Bangalo Bangalo就是地下室有院子的 然后下了吃完饭之后 真的还很早 然后我回到房间里 我想说到底是要干嘛呢 然后我就开始 那时候还是播接 没有internet 我还是用cnet的账号 印象很深刻 也没有什么blog什么的 然后就开始 把我每天在这个小镇上 发生了一些事情 去学英文 公车司机 然后觉得都没有人 他把我载到 他把我载到不是站牌 把我载到离我家 最近的地方下车 只有你一个 因为只有我一个 他一公车六点要打烊了 就觉得我把 我在这个小镇过 那个情人节的时候 整个小镇怎么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发现说 当我在寄这个email的时候 那个附件就越来越多 就很多人说 我的朋友也想看 我就加谁加谁加谁 因为那时候没有blog嘛 越加越多的时候 我突然感受到说 我以前好像还蛮喜欢写东西的 那我现在写好像还蛮多人看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得到 突然得到肯定 对突然觉得 其实我是有这个常才 大家是喜欢的 那我就开始想说 因为我很重视小朋友的那个英文 所以我们家又是没有小孩子 所以我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我就把他送去了 纯美与幼稚园 纯美与 因为我希望 他的英文很好 然后那个时候印象很深刻 大概一个月的学 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七万块 一年有两个学期 semester的话就十四万 对 那小朋友呢 大概早上我骑脚踏车 送他去上课 之后九点他就去大安公园 做做运动 然后回到那个教室吃吃早餐 然后再玩玩游戏 睡午觉两点 起来之后呢 再吃个点心 再巴拉巴拉 四点妈妈就来接了 这样花我这些钱 那我自己做了半天三个月 我连机票来加拿大 我才花五万块台币 然后我觉得我的英文进步很快 我觉得哇 原来每一天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每天只要背一个单次 三百六十一天就三百六十五个智慧 没错 我就开始心想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工作 或是有一个收入 是可以带着我的儿子 能够到这个地方来 他需要的是环境 他不见得要到学校去 那来这边 我自己也可以工作 也可以带小朋友 然后我可以跟 homestay交换厨艺 然后把我的东西 什么样写成什么 我想好像有一件事 可以达到我的理想 不受换境限制就是写书 对 我想说如果写书这件事情 我又可以反省给我的理想是这样 又可以达到我的理想 所以我就很积极想 嗯我要做这件事 所以当我三个月后 回到台湾了之后 我就把我的想法写一写 这种姑且称之为企划书 我就走进了成品书店 然后在书架上看了一下 找了三个出版社 我觉得这三个出版社 比较偏向生活旅游 出版品质也还不错 我把它拿下来 然后带回家之后 后面翻开编辑页 版出版公司 我就把我的企划书 寄给了这三家出版社 好 听到这里呢 我就找出 我跟慧萍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真的很积极 我真的很被动 心里带不多 但音乐笑不得 笑睡了片刻 飞机就要降落 窗外的天空 一家眼睛无纸 一家眼睛无纸定的 我笑了 两人的准数 在心得最深处 眼睛后的我 逆着眼看幸福 就是这张图 开始了疯狂的记录 进度 脚踩在艳阳中 自在 从脚底穿越 灵魂痛快 未曾有如此 真实崩壞 尽管瑞伊斯坦 他不爱 是你 让我自在 能比起穿越 冰河热带 是你的秘密 花言雕画 我坚信让还有爱 存在 存在 一起看几光 睡小小的 所搭乘的呢 是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来到我们 幸福号列车的 是认真做喜欢的事 真的能赚钱的 作者廖慧平 慧平有很多的身份 然后很多人对于他 怎么会有 这么敏锐的觉察力 可以找到很多的商机 感到非常的佩服 而他跟我们讲的是 他第一次走出了 也许可以称之为舒适圈 而去探索 自己的人生的可能性 刚才慧平谈到说 你就非常主动的把 你的作品就 你的企划书 传给人这三个出版社 结果呢 有一家就石城大海 有一家很快跟我联络 但他觉得我要写的内容 太杂了 又是旅游 又是厨艺交换 又是学习英文 又是外地生活 他希望我那个东西 能够修正一下下 然后第三个就是 上期出版社 他也是我的贵人 然后我在进去 他们跟我是谈了一下 很快他就跟我说 这本书我们有兴趣 所以我们来 左手进行来出吧 所以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开心 哦我要出书了嘛 然后对 但是当我就在进行 要准备要出发 再去加拿大 再去补强一些内容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就是 那个911 纽约的那个 恐怖攻击 然后那个时候 没有人敢去欧美 然后旅游书 当然是跟你的旅游的 那个消费的会牵动 所以出版社就跟我商量说 哎呀 现在欧美都没有人敢去了 我觉得这个时机 出这本书不太好 可是我们又觉得 这本书还蛮不错的 我们是不是 把它换一个地方 那你想想看 除了欧美 你有没有别的地方 是可以这样 我就说 哦有 那因为我先生 他长期工作在日本嘛 所以每次我们放假 就会去日本玩 那我觉得 我也看日本旅游书 很多这种民宿 那我觉得日本人 又很固执 很坚持 大概每个民宿 都会有个story吧 所以那我就说 哎那我们就可以走 北海道 对 所以我在2001的时候 就出了我第一本书 北海道 那很幸运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的FIT 自助旅行的风气刚起 对 然后大家又最喜欢去日本 大概都已经厌倦了 什么河口湖啊 富士山啊 迪士尼乐园 然后自助旅行 他想要开始 那我觉得民宿 对台湾人的个性 很match 很适合 那可是偏偏 日本人的个性 是比较孤僻的 然后对于要登堂入室 他们会比较害怕 那所以这本书 卖得很好 卖得很好 到了20 接下来三个月 我马上出了一本 类似的 《伊豆香根》 然后出版社 就接到很多的读者 说他们想去 可是常常就是 没有办法跟owner联络上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 owner会害怕 这些是登堂入室 要住到我们家 然后打来的 又不是讲日文 然后写什么 讲什么 听不懂 几点在哪边 集什么都搞不清楚 对 然后所以大概就是不接 没有回音 石城大海 那时候出版社就说 慧平布局 我觉得不如你来做 这个工作吧 你看都你很熟嘛 然后来咨询 做这个行程 我就觉得哇太棒了 这就是我喜欢做的事 因为以前我自己 很没事 在家里面 一年我们有两次的 这个家庭旅行 都是我做的 然后去法国啦 去什么 我都自己做去巴黎岛啦 然后传给朋友看 朋友都觉得 哇这个人是在 开旅行社什么的 我觉得太赞了 让我来做这个 所以我就好 所以那时候很单纯 我就想带着我的翻译 因为翻译跟日本 都很熟了 当然在我 那我们的翻译 我的翻译是我儿子的 日文老师 就只是朋友 然后就开始在我们家 两个小桌子 开始做 做了三个月吧 大概就有人告诉我 说你这样做 是很危险的 因为台湾的旅游业 规定一定要旅行社执照 即便你从事的是 旅游咨询 那你因为很幸运 客人在外站 没有发生问题 如果发生问题 他们客人是 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 没有任何旅行平安线 而且不是你以为 你只是软体资讯 就不需要旅行社执照 这也是的 这是我第一次 开始思考说 我要开一个公司了 我要开旅行社 而且是跟我一个 很陌生的行业 那我觉得也是 很不知死活 不晓得旅行社什么 我只觉得好吧 要这个执照 那很幸运的 那时候旅行社 很难申请 那时候还是特许行业 所以你看到旅行社 都在松江路 他对办公室的要求 那我们家是在 科技大楼旁边的巷子里面 任何人来看 都会知道 那个地方是不可能 申请旅行社执照过的 所以我就想试试看吧 我就丢过去 把申请旅行社执照的时候 没有想到过了 那一年就可能刚好放宽 旅行社不需要在 什么几个电梯里面 不需要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开始在 我们家开始重做 第一个旅行社的业务 这也是你的第一个公司 第一个公司 然后很害怕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要开公司了 我说听说人家开公司 都会倾家荡产 然后我想说 自己玩完就算了 如果开公司搞到 我的原则就是 不要侵犯到家人的 那个安全 保障了 那个安定性 那我就说怎么办呢 我老公就说 这样子嘛 就算算看 要赔多少钱 如果赔完了 赔得起就做 我就说听说 听人家说 做生意是两年 其实我不懂 为什么两年 后来才懂 两年如果都不 都会 如果会赚钱 就两年就会赚钱 如果不会赚钱两年的话 大概就不要做了 所以我就算了一下 两年24个月 大概我开这个公司 可能会电话费 或什么东西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 如果一个案子 都没有进来的话 我算一下大概是200万 因为这是一个软体的行业 我大概需要付的 只是一点点的 我的那个助理的薪水 然后桌子 水电之类的 那没有成 顶多也是就不成了 然后机票也是 你要开票才要付钱 对 很多是客人的 所以我就准备了200万 想说烧完了 万一真的不赚钱 就stop了 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这个旅行社 是我所有事业里面 最小的一个公司 但是我非常的骄傲的是 这公司从第一个月 就没有赔过钱 然后这个公司 是在当初那个年代 在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 是一个唯一在市场上 能用软体去跟客户收钱的 也就是说用咨询的方式 因为你知道台湾的客人 他觉得 我要自助旅行 就背包客栈查一查 上网查一查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讲话 我就要付钱 我们是一天300块 去10天3000块 去10个人3万块 很多的客人就说 拜托廖小姐 我去我们都 10个人都走一样的行程 为什么要3万块 因为你不同的人 就有不同的顶面 不同的需求 妈妈可能要逛街 爸爸可能要博物馆 现在小朋友去钢钢弹 对不对 如果爷爷奶奶要泡温泉 所以你人越多 需求都不同 我们是 其实10个人 我们一个人也做了 3000块也做 就是你从下了飞机 到了那时候 还没有雨天 到哪里搭 哪里搭的话 你可能要去清景泽 你到底是要做 这个林布金巴 先到了东京 再去换新干线 还是要从什么做 还是有一种空港便 直接就可以预约了 从机场拉到清景泽 好那你清景泽玩 怎么玩 那主人怎么来接你 你不吃牛肉 还是你不吃生鱼片 还有一些民宿的规定 六点半要开饭 你不要觉得 你当成自助餐 你七点也能来 八点也能来 这些规矩 卫生纸记得 不要丢在 那个 垃圾桶 一定要丢到马桶冲掉 好这些东西 我们都会跟客人 做一些建设 然后一些交流 然后翻译 客人 然后我常跟客人说 就是 你都会做很多功课 像我们现在出门也是 哇米其林时间 东京必吃 或者是很厉害 东京什么 易豆香跟必煮 三个十个 什么必吃 什么懒人包 但是我们只有去五天 我们只有四个晚上 我没有办法去吃十餐 对 那每一餐对我来讲都很重要 不要吃错 不要住错 有的人有预算 他要花在哪边 他是要花在吃 还是要花在住 每个人的预算都不同 那我们觉得 那个软体规划的东西 除了把你的东西弄顺畅 把你的每个钱 都花在你喜欢的地方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分享旅行 我觉得做了大概 一直到我做不动产 大概做了三年 两三年之后 真的没有办法再做了 我们就开始把业务缩小 很多客人 只要是我带过的客人 回头率 我觉得应该有百分百 然后很多人说 为什么不做啊 我都找过别家 社区营造啊 很多我们做很多特殊的 incentive的东西 然后帮他们去联络 小尊去看社区 去看open garden 然后我们要做很多的事 到他们去换成别家 都没有办法做到 哇你会比你赚太多了 所以现在不炫 后来我就说 第一个我先声明一下 我在做不动产之后 再回过头来 看我的旅行社 我真的我觉得 我在做良心事业 我是佛心来着 真的那我花的那个时间 为了一个赏风列车 我要让客人坐过去 不要坐回来 所以我希望他体验完之后 我们的巴士在哪里接 你中午可能吃了天妇罗 晚上就要吃清淡 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这上面 我得到很大的成就感跟满足感 可是坦白讲 以酬劳来讲 真的做这么多的软体 那但是让我放弃 没有做的原因 不是因为钱 因为旅行这件事情 你必须真的要亲力亲为 要focus 要去关心到客人 每一个细节 你去泡个足汤 泡完了时候 可能如果是我设计的团 导游毛巾就在旁边等着 插完你的脚之后 上面印着你的名字 秀着你的名字 你回到房间的时候 最后一天晚上 第四天晚上的时候 你打开被子 每个被子躺着 有你生日的那只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希望给客人的 然后我最怕的是 当我们把这个行程做坏了 什么都可以陪得起 杯子也可以陪得起 打破一个杯子 弄坏你一件衣服 弄脏你一个 只有旅行是陪不起的 我做坏了 我没有办法说 慢绝来再玩一次 一模样的行程 我们下次再来 所以那个责任很重大 所以当我开始去 做了不动产的时候 我的时间 真的没有办法 再像以前 能够盯着我的客人 的行程 或盯着我的顾问 说这些巧节 你们要注意一下 有老人家或什么 这个客人他想要 小朋友想玩钢弹 哪边的资讯怎么样 然后透过我们的翻译 去联系 给客人一些surprise 这些奥路赖西 很多客人都只是太贵了 他就走了 我们的奥路赖西 是要让你 不但能够在里面 践行一个早上 我们还把法国料理 直接拉到西边 那这都要谈 这都要跟饭店一直谈 去怎么样 去创造客人 那次不只是谈 你根本就拍桌吧 是啊 拍桌怒吼吧 因为本来讲好 做不到 对啊 到了晚上 他就说那个餐 什么什么坏掉了 不知道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说 我们跟客人 收了这么贵的钱 我们这么早就订了 就是需要这个 这个环节 不是我们的客人 都check in了 都到现场了 我已经来不回 所以他补给我的 比我期待的更大 他是整个帮我拉到户外 整个戴高帽子的 法国厨师 然后那边 最后每一个客人 用完餐之后 在每个人一个伴手里 所以有时候日本人 他是需要争取的 很多人都说 日本很有礼貌 井然有序 我完全认同 但是我常觉得 他们的 是逃避事实 他就是 对不起 后面他没有解决 对 他只是一直看到 他非常的客气 一直跟你道歉 然后解决呢 他就 为什么没有解决 因为他们对意外的事情 没有应变能力 这也就是我常常鼓励 台湾人去日本创业 我觉得我们台湾经过了 20年来 中小企业的活络 跟应变度 绝对是失落的 30年的日本 现在最需要的 这种活力 跟应变 那与其台湾的环境 比较 我常常看到 我们家的咖啡厅 附近都一直开 今天开 三个月后 再回来又熟了 那我觉得有这个决心 有这些东西 其实可以把台湾 这样的活力 跟应变度 拿带到日本去 很多的行业 我觉得 我们台湾人是 比较灵活的 没错 我只能真的这样讲 就是因为呢 惠平的生命经验 还有他的种种创业 实在太丰富 所以我们 讲到现在 也讲得不到五分之一 对不对 谢谢曼娟 我现在还是要再补充一下 曼娟是我的偶像 谢谢 非常非常的偶像 其实我很崇拜你 我这辈子就是对于 会赚钱的人 超级崇拜 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你要去寻找到你的 兴趣力 学习力 任性力 这个任性就是 哇任性 是那个任性 但是这里面的丰富的意涵 就是把任性变成行动 可以改变现状 还有增殖力 要帮自己加分赃 当然还有叫做处决力 就是要有很成功的敏锐度 如何去培养它 今天呢 我们非常谢谢惠萍 谢谢大家 来告诉我们 真的认真做 喜欢的事 真的能赚钱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阿琳所演唱的 随心所欲 下一个阶段进行的是 朗读专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曼娟的朗读专车 您所搭乘的是朗读专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今天的朗读专车 要为您朗读的是 我自己的新书 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只是微小的快乐 其中的一篇 住在工地的日子 三香的CD 两香的玩具 四香的树 半香的秘密 发黄的墙壁 挂花的末世底 年轮的回忆怎么整理 在石林的舞壁里 亮着内衣 楼下的气势 也是阴阳不尽 呼吸着不怎么鲜血的空气 不知不觉 门上贴了个心 We are a family Are we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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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 place we're free Are we m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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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 place without lonely I wish 说着精彩的故事 十四岁的我 卖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 解决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于是 我们准备搬家了 确定了再也无法拥有这个家 真正的离情别墅 才汹汹而至 站在阳台上 和邻居同伴们打手语的午后 钻进邻居家 堆满课外书的厕所阅读 楼梯下方 小储藏室 是我阴凉的庇护所 后门直接通往广场 那一排防风铃 是我们玩家家酒的时候 想象的城堡 联考前的一个多月 妈妈把我安置在 他们的棉床旁 那里铺了一个床垫 放满了我得努力读完的 参考书与试题 每一天 除了吃饭 我就助手在那里 读到眼睛酸痛 累得再也不能支持 便倒身入睡 睡醒了 洗把脸又继续读 卧室的窗帘 恒常是降下的 隔绝了眼鼠与阳光 也隔绝了我的时间感 就这样 没日没夜的 一盏小灯 陪着我的最后冲刺 虽然 这样的冲刺 对我的联考成绩 并没有什么帮助 却已经考出了 有史以来的最高分 因为搬家 我得收拾起这一方 联考战场的遗迹 不免有些伤感 父母亲却没有伤感的余裕 因为有个更结实的难题 扑面而来了 在我们与买主 订好交屋时间之后 发觉新房子的工程延宕 无法准时交屋了 于是我看着大人们 展开一连串的协商与谈判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因为买主 必须准时迁入 我们只好如期迁出 住进茅培屋的工地里 我们住进的工地 没有水电 工人帮我们拉了一条电线 夜晚来临时 便点亮一盏巨型灯泡 而且 那并不是我们的新家 而是新家的隔壁 我们暂时栖身 工人会赶工 将新家的工程做完 也许因为父母亲 都当过难民 他们随遇而安的任性够强 牙一咬就搬家了 我记得曾有邻居提议 可以先把家具搬到工地里去 我们则分住亲戚或朋友家 然而 欲试在艰难的时刻 家人的情感与凝聚 我们还是坚持要住在一起 说真的 住在工地 这样有趣又刺激的经历 谁想放弃啊 住进工地之后 所有的家具都随意堆放着 没有客厅 也没有卧房 厨房没瓦斯 浴室没有马桶 我们全家人 挑了最大的一块空间 放上几张床垫 睡在一起 每天都在施工的噪音 与飞扬的灰尘里过日子 用一个大铜电锅 料理所有的食物 要养成按时大小便的习惯 因为一天只有几次 能去另一栋尚未卖出的公寓里 借用洗手间 然而 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挑战却是 没有门 我们站住的四楼公寓 没有门 连楼下进出的大门 也没有 完全是门户大开的状况 父亲将我 和弟弟的铁床床架 挡在门口 想象着 能给闯入者一些障碍 然而 这并不能安慰 我和母亲的恐惧 于是 父亲从街边 捡回一颗人头 应该是美容院丢弃不要的 我们为他 画上了临头姐的妆 放在铁床架上 再用手电筒罩着他 作为我们的守护者 每夜兴奋地 等待着闯入者 发出魂飞魄散的 恐怖叫声 常有人来探望我们 他们送来猪油 我们便吃猪油酱油拌饭 他们送来大西瓜 我们翻找出西瓜刀 将瓜就地正法 他们带来一颗球 我们就在人车稀少的巷子里 玩躲避球 住在工地的那个暑假 我的人生 也挂着 施工中的牌子 却是一段 溢出正轨的 欢乐时光 让我觉得困难啊什么的 都只是过渡时期 一切终将变好的 感谢您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祝您周末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追过我的脸庞 你说生命的阳光 重困在我的心旁 你说生命的和风 进入过我的脸庞 让你生命的阳光 撒遍我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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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生命的和风 你说生命的和风 进入过我的脸庞 叫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